Lazy Sunday Mornings Hiding Undercovers I don't mind staying in with you Play your favorite movie Laying right beside me I don't mind when it's just us 嗨大家 今天呢来走的是 花莲玉里的瓦拉米步道 当初会知道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前阵子啊 有看那个季导森林 那它的最后一集 其实就是陈柏林 还有桂伦美他们 一起到瓦拉米这个地方 那个时候看着看着就觉得说 哦哇 我好像找回那种 就是爬山的感觉 所以呢我这次就带着 完全没有登山经验的朋友 一起走这个瓦拉米步道 那我们今天其实是开车来 Google可以设定巴通关古道 登山口就会抵达 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 会先经过南安游客中心 那边是有厕所 还有饮水机的 登山口附近啊 大概有五个停车位吧 那如果停满了 可能就是要靠边停 如果是大座运输的话 建议搭火车 可以直接搭到玉里站 之后呢 再租机车或者是汽车上来 其实大概距离登山口 只要20分钟的车程 我是觉得还蛮近的 瓦拉米步道呢 是巴通关月嶺东段的一部分 全长呢 大概有13.6公里 那整段的坡度其实都还蛮平缓的 我们今天呢 是决定在瓦拉米山屋住一晚 大约走20分钟之后 就会来到山峰一号桥 山峰一号是黑熊平凡出没地 这座桥全长是120公尺 大概有30层楼的高 那它横跨了拉库拉库西 其实呢 这一路上有非常多 不同的桥还有瀑布 我自己是觉得 这个画面蛮赞的 不知道大家在登山的时候 会不会很留意你们的早晨 这一次就会发现 跟朋友一起走啊 就会很想要慢慢来 然后怎么这边慢慢走 然后那边都看看这样 然后我把山峰就偷懒一下这样 我们大概是走到3K吧 我们就发现说 哦哇 我们走的比我们计划里面的 还要慢了一个小时 所以呢 接下来的路段都是换朋友走在前面 然后我就会有一个目标 想要死命地赶上他这样 三峰二号桥 好精彩哦 涮涮的地方 涂溪哦 好美 4.7K就来到嘉兴了 过去这里其实是住在说 不过呢现在已经就是完全没有了 那变成了一些洗手间啊 还有木椅啊 凉亭等等的 瓦拉米步道的沿路 其实都是很原始的森林样貌 也因为有很多树荫的关系 其实并不会到太热 虽然我本人还是拼命地流汗 我觉得这里真的好美哦 这是一种走在树林的感觉 这个好可爱哦 这里是岩石处 大概长得这样 哦哇好漂亮哦 这里有一棵岛树 超大 然后要跨过去 呃 嗯 喂 呃 啊 好累哦 啊 太累了吧 对啦 就走这里就好了嘛 我觉得我人生已经到尽头了 走到7K了 我真的也是已经快要二风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路边吃个午餐 没关系啊 午餐 咸奶油波罗小吐司 没想到其实在走一线下就会到黄麻住在所 那边还有椅子 对 我们早早就不要在路边吃 对 接着继续走走 沿路呢其实都有很相似的风景 也很少遇见人 瓦拉米步道啊 就是据说有非常多的黑熊 不过我们这次也没有遇见 突然想到其实前阵子 网络有封出来一个影片 就是有一位日本人啊 他在爬山的过程中 不小心就是遭到熊的袭击 然后有那个日本人也很本能性的 就是会一直打那只熊 然后熊不认识会一直打他 所以他们两个就这样一直互来互玩 然后总之我觉得那部影片 就是看得有点害怕 可是又觉得有点好笑 不知道自己有一天如果真的 遇到熊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看到桥了 黄麻一号吊桥 接着呢会依序的经过黄麻一号跟二号桥 这里的牌子都是熊熊突弯的 哇哦 最后会有一个瓦剌米吊桥 那看到这座吊桥 其实就代表上午已经快到了 走过瓦剌米吊桥 就到十二 咯 剩下一百公尺 顺利在四点半前抵达 感受到我的雀跃吗 呵呵呵呵 好漂亮 我 看 到 了 终于走到瓦拉尼上路了 超开心 超开心 烧本体 明天是水 十二跟十三 和朋友干净打理好睡袋跟睡店 我们就准备要吃晚餐了 很想肉肉的分享 其实我以前啊 在登山的时候 有过夜行程的睡袋都是用租的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 背着我自己买的睡袋上山 我觉得我有一种在山里面长大的感觉 这里有洗手台 哇 这里也就是 好像是厕所了 这是我第一次要煮饭 觉得有点害怕 希望会顺利 我要先煮热水煮泡面 然后我是吃饭 我朋友吃泡面 其实这里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炊具来煮饭 突然想要在山上什么都自己来了 所以我这次呢 也买了炊具 然后决定的在山上好好的料理 我跟你讲我练这个练的很久 他们要先这样把瓦斯打开 有气泡 生 妈 不用我完全没有打火机的嘛 这好 还是会带着 嗯 就这样煮水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笨 我是不是没有弄好我的森宴盘 搞定了 哦你好厉害哦 那我又要再重开火 这样够品吗 我觉得够品 对你感觉 要怕 好的 我们就静带 煮水中 濃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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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下饭 好多了 是吞吧 吃光 觉得我超像这样玩食物 嗯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我原本是想出炊饭的啊 就是有很多汁的香肠炊 嗯 好酸哦 吃完呢就准备睡觉了 我这一次包东西真的是蛮可怕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动物在外面发出就是各种的声音 早上呢决定来个丰盛的早餐 我这次准备了吐司 起司 跟培根 其实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很悠哉的拍片 然后去煮的这些食物 没想到 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在拍的当下真的只有超多只蜜蜂 大概真的是数十只 我真的是 没有在开玩笑 而且我真的是从前面走到后面 好不容易都setting好啰 结果蜜蜂又来了 然后呢 我又从后面走到前面setting好了 结果蜜蜂也来了 那群蜜蜂真的是搞得我早上不得安宁这样 所以 呃 在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这边可能会有很多蜜蜂 而且因为太多的状况下 连进山屋喔 你都是要先在外面跑个两圈 然后再进山屋 不然那个蜜蜂就会跟着进去 真的是 超可怕 反正我觉得整个早上呢 只能用惨力来形容 我最后的早餐是 边跑边吃完的 被蜜蜂袭击了我们 现在在下山中 这两天在走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瓦岸的步道啊 它其实 步道都长得差不多 然后 一路上有很多瀑布 吊桥 还有一些山林 就在想啊 看了这些重复的景色 还有一些重复的步伐 那会不会其实生活如果是一直重复着 一直做一样的事情 不断的练习 会不会也有成功的一天 不知道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但是 总觉得一直不断的练习 一直捉摸 总是会离 理想的自己更靠近吧 总之呢 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然后 然后 吵着自己喜欢的地方 前进准 无论怎么样 只要记得 你身边有 很多人 事物都会陪着你 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啰 离开永远的话 我们在山里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